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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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之音打电话到当地 大多数人表示不知此事 不过一位民众说的确出事 事发地位于刹车县城以北约几十公里的地方 以色列战机和坦克在加沙地带展开攻击 造成至少二十六人死亡 以色列军队正在加紧进攻 内塔尼亚胡总理警告说 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巴勒斯坦一五官员说 自战斗在三个星期之前爆发以来 以色列军队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夜间空袭 到星期二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100人 其中大部分是平民 星期二的一次空袭击中了加沙地带 唯一一座发电厂的油罐 导致电厂关闭 此前这座发电厂遭到的损坏 导致每天只能供电三个小时 美国指责俄罗斯违反一项 具有历史意义的禁止核试验条约 试射了一种陆基巡航导弹 美国官员说 奥巴马总统新机致信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美国确定俄罗斯违反了 1987年签署了一项条约 纽约时报星期一晚间 率先报道了这个举措 美国说 俄罗斯试射一种新型的陆基巡航导弹 此举违反了里根总统和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的 中程核武器条约 欧洲联盟因为乌克兰冲突 准备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措施 重点是俄罗斯的金融和国防部门 预计在布鲁塞尔召开的 欧盟大使会议 星期二晚些时候将就此做出决定 英国 德国 意大利和法国领导人 星期一与奥巴马总统举行电话会议 表示愿意和美国协调行动 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措施 由于坠机现场附近不断发生战斗 国际调查人员一连三天 不得不放弃进入现场的计划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 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国际新闻 感谢收看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B.O.A.卫视新闻 刚刚新闻中看到中国官方通讯社 新华社今天报道 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危机 中共中央决定 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 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 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对其立案审查 这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 第一次有政治局常委级的官员 涉嫌贪腐被调查 有关消息 下面我们就立刻通过电话连线 请美国民进集团总裁 何平先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 何先生您好 请问您在线上了吗 您好 是的 有关这个周永康落马的传闻 已经传了非常的久 可能超过一年多 现在他被这个正式立案审查 这代表了什么呢 这只是中共一个官方宣布而已 只是说中共长期以来 为了周永康安静内部的博弈 已经正式结束了 就是要正式被周永康进行司法的处理 是的 那么为什么 在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正式的惩处他 或者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我觉得至于时间点吧 就是因为中共现在国内的矛盾 非常的冲突非常大 各种传言非常之多 周永康安静 如果这久久脱外不解决的话 不正式公布的话 社会的传言 社会的震荡 大家对这个习近平的反腐 有更多的质疑 因为过去一些时间所公布的 都是一些小老虎 都是一些不重要的政协副主席 或者是一些比较低级的官员 那么中国的腐败的根本的问题 不是在地方 不是在省委书记 或者是政协这一级 而是在政治局常委阶层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公布政治局常委 一个级别的官员被抓的话 显示出习近平的反腐败 还是愿意打到这个老虎这个层次的 是的 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 周永康的主管 这个中共这个政法系统 已经超过十年 是中纪委查办的 这个最高级别的政国级官员 那么去年年底 周永康就已经被这个传出 遭到软禁 有关周永康呢 遭到这个调查的传闻也一直不断 那中国官方一直保持着低调沉默 这次立案审查 周永康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打火的工作要准备收网了 或者象征什么意义 我觉得打火的工作如果是收网的话 就意味着习近平的打火 打火的工作就失败了 因为中国的腐败的问题 首先这个制度性的一个腐败问题 周永康之所以经历仇人周永康 不是周永康天生就是一个化人 而是这个制度被他 使他变成一个化人 所以这个制度的改变 才是反这个打老虎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工作 第二个就是在政治局常委这个事情来抓周永康 一方面固然是周永康是政华委的系统的领导人 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老虎 但是还有更大的老虎 比他这个涉嫌的问题更严重的人 而且呢 大家已经媒体已经披露了非常多的这个事实 如果不再进行调查的话呢 我觉得这是说不过去的 这不仅是对周永康不公平 也是呢这个显示出反腐败的 这个是斧头设备 只是打一个老虎而已 因为我前面讲了 中共的腐败的根源是在政治局 而根源的根源是在政治局常委 你像纽约时报 报道了这么多的这个温家宝加速的事情 那他为什么不被追查呢 比较尊重的孩子在这个澳大利亚 买一个房子 涉及到几千万奥运 他的资金又在哪里来的呢 那这些事情媒体已经进行了 反复的揭露和批判 如果是这个习近平不继续是 惩治这些人 不杀这些人 我觉得反腐败是不会真正得到 人们支持的 也是显示出了反腐败是 并没有成功 所以我觉得反腐败 他只是刚刚开始 只要是这个习近平 想建立自己的权威 只要习近平想建立 中国的这个一个法治 那么只要习近平想建立一个 廉政的这个政府 我觉得他的反腐败总组就不会接受 那就应该有更多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被抓出来 是的 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 和平先生为我们所进行的分析 不过接下来呢 我们也邀请了美国之音记者海涛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为我们谈谈周永康正式被审查的消息 欢迎海涛 你好 依华 是的 刚刚我们和平谈到了 中国这个几十年来最大的这个案件 就是这个周永康被这个立案审查的这个事情 那么中共中央对周永康立案审查 这里面的意涵是什么 还有就是说这个 是不是说明了中共高层已经决定 确定要拿周永康来开刀 的确可以这么说 因为这个周永康案你刚才提到了 他是从去年12月就开始就传出了他的消息 从去年12月初呢 他就被带走 他还有他的妻子贾小燕 还有他的秘书 还有他的司机 有一大帮人都被带走 后来包括他的儿子 包括他的弟弟 包括他的弟媳妇 全家人都被带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直没有传出任何的消息 在网上也把封死死的 只是近几个月来 财新杂志公布了一些消息 他间接地提到了周永康 说他的原名叫周永康 那么就把这个案子 基本上是捅出来了 从现在开始 从中种迹象来看 从中共要在10月召开四中全会来看 就是中共已经决定要把周永康拿出来 要是祭祈也好 开刀也好 要树立 是的 那么就是动到这个周永康 像这么大的这个大老虎 那么是不是反映出习近平 还有这个他的这个反腐的决心 是不是已经呼应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要求 对 可以这么说 因为这七八个月来呢 就中共中央一直没有老百姓给外界一个交代 你说到底你处理不出于周永康 周永康的事情 也报道了这么多海内外都在报道 那么你要不要这个处理 那么直到最近 有人从香港传出消息说 习近平在政治局 6月26号的政治局会议上 他就这么说 他说我们以前 周永基就是前面的总理 曾经说过 我要准备100口棺材 给99口留给贪官污吏 所以剩下的一口留给我自己 习近平这样说呢 就是说显示出 中共中央他和王岐山 以及现任这个中共十八大这帮人呢 他们要 就是决心要把这个 这个反腐工作继续推进下去 不惜把这个 他们和贪官污吏同归于尽 他们显示出这样的决心 假如这个报道是真的 那么这个报道是从香港民报发出来的 然后被中共中资的大共网所转载 是的 那么这个刚刚也 刚刚提到这个周永康这个宣布 立案审查之后 那么接下来程序会是什么 还有后来的这个发展有可能 有一个措辞 大家应该注意 这次处理周永康是用的伪计 那么如果严重的官员 比方说他的秘书 比方说纪文林 于刚 谭红 这样的人 郭重启 李重启这样的人呢 都是用的伪计和违法 那么在伪计和违法 如果宣布你是伪计违法 那将来很可能你要被双开 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那么最后送交司法处理 那么如果周永康他只是一个伪计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他会出一种 相对来说这一种软着陆 也许他不会送交司法机关处理 也许他会就是给他一个保留党籍 那么伪计违法和伪计 这中间是有点差别的 是的 这个危机所谓的危机可能指的是党规的 这个 违反了党的纪律 但是你没有违反到这个国法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这些这个重大 所以这个一个是国家的概念 一个是这个 一个党的内部的这个组织纪律的概念 是的 所以这个接下来的后续发展还值得关注 还值得关注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为我们进行的分析 有关周永康被立案审查的相关消息 以及后续的发展 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掌握 请观众朋友们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 还有电视节目 我们将随时为您做最新的报道 也请观众朋友们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查询相关的文章 我们的网址是 beoachinese.com 好的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消息 有人这样站出来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不唯一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出来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主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网址 欢迎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VEOA卫视新闻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说 那些破坏宗教自由的国家 最终会威胁到自己的国家安全 有关201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内容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 从国务院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那些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 不但威胁他们所侵犯的人们 而且还会损害他们自己国家的稳定 从南亚到撒赫勒地带 政府利用言语型峻法和残酷手段 让宗教团体成员禁言 这些方式在21世纪没有一席之地 今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提到了对尼日利亚北部的担忧 在那里伊斯兰激进组织 伯克圣地和尼日利亚安全部队之间的暴力冲突 已经使许多穆斯林和基督徒丧生 在尼日利亚 伯克圣地在去年一年杀害了一千多人 其中包括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宗教领袖 在教堂和清真寺附近的信徒以及普通人 在伊拉克 克里说 世界目睹了伊拉克和里凡特伊斯兰国的野蛮 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 对什叶派穆斯林进行大规模屠杀 强令摩斯沃市的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 强奸和处决妇女 把儿童作为人体盾牌 所有这些野蛮行径凸显了形势的严峻 人权观察组织沙拉摩根说 伊拉克安全部队加剧了教派之间的紧张关系 让美国很难支持一个几乎没有迅尼派和库尔德人支持的伊拉克政府 我们在密切关注那里的政治局势 除非伊拉克有一个不同的政治走向 否则我非常担心伊拉克安全部队不能保卫一个各派融合的开放的伊拉克 宗教自由报告谴责缅甸对穆斯林实施暴力 克里称这种暴力继续领家庭流离失所 严重破坏穆斯林群体 教派暴力冲突之后 缅甸数以千计的罗兴亚穆斯林拾去家园 还有上万人生活在脏乱的 没有足够医疗保障的难民营里 关于俄罗斯 克里说普京政府在系统性侵犯弱宗教自由 在俄罗斯政府利用一系列更严酷的法律 来对付所谓的极端分子 使迫害教徒的残忍方式合法化 克里表示世界范围内的专制政府和极端组织 非常清楚他们在对抗什么 因此他说美国也必须清楚美国所维护的是什么 我们没有傲慢地告诉人们要信仰什么 我们也没有告诉人们要如何生活 我们是在呼吁提倡宽容的普世价值 提倡人们有机会尊重个性及个人选择的普世价值 今年的宗教自由报告 将土库曼斯坦列入了特变关注国家行列 因为奥巴马政府表示 那里的人们因为宗教信仰而遭到暴打和折磨 VOA卫视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了201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其中中国又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家 国务院说尽管中国宪法规定 中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不过对于宗教活动的保护 却只限于所谓的正常的宗教活动 民众并没有享受真正的宗教自由 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VOA市铸 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请荣香为我们介绍这份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有关内容 荣香你好 是的 首先能不能先我们介绍一下 国务院发表的这份国际宗教自由报告里面 有关中国的部分提到了哪些重点 美国国务院其实从2011年开始 前美国国务卿克林顿 希拉里克林顿就把中国立为特别关注国家 原因就是中国严重侵犯宗教自由 国务院在报告中表示 尽管中国宪法明文规定 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还有信仰宗教自由 不过实际上中国政府对于宗教活动的保护 却只限于所谓的正常宗教活动 那么美国务卿克林在新闻发布会上 一方面指出 尊重宗教自由是美国的基本立国价值观 他也指出 这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重要施政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克林怎么说 我们在捍卫宗教自由的基本人权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尤其当一些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压迫少数族裔的宗教团体 在中国当局骚扰基督徒 中国当局逮捕了藏人佛教徒 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持有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照片 中国当局不准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 对他们的下一代提供增教教育 也不让他们在斋月期间禁食首斋 美国国务卿克林也以中国基督教教会牧师张绍杰 由于和平带领教友上访北京 而被判处12年徒刑为例 来说明美国政府的关切 他说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还有75%的人口 还是生活在不尊重宗教自由的国家里 异华 是的容香 在另一方面呢 这个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 还有劳工事务的助亲 这个汤姆马利诺夫斯基呢 昨天也接受了你的专访 能不能和我们谈谈 这个专访的内容有什么重点 美国国务院助亲汤姆马利诺夫斯基 在专访当中呢 针对了缅甸西藏 还有新疆等地的状况 来详细说明美国的立场 那么在国务院发布这份报告同时 中国又传出地方教会上方的十字架 被强行拆除了事件 对此马利诺夫斯基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已经注意到也非常关切这些事件 他说呢 尽管美中关系非常的复杂而且广泛 但是美国会继续坚定支持 对于人民信仰宗教自由的支持 因为这是普世价值 那么在专访当中 他也提到了中国在少数族裔的宗教自由 那刚才在新闻当中 我们听到了中国的新疆又出现了暴力事件 那么马利诺夫斯基在专访当中也明确指出 美国对于所谓的少数族裔的宗教自由 还有所谓的恐怖攻击 并没有什么双重标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 他怎么样评论 中国新疆最近出现了一连串暴力事件 当然中国境内曾经发生 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暴力攻击 这些是极端分子所犯下的罪行 我们和中国政府同样感到关切 也认为应该试图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不过与此同时 我们向中国政府强调 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追究一般的穆斯林维吾尔人 或者追究新疆境内一些 只想获得更大自由 希望获得更大人权的维吾尔人 而是惩罚要对暴行负责的特定分子 美国和中国去年在昆明 7月份举行了美中人权对话 尽管下一轮的人权对话时间表还没有敲定 但是美国官员表示 这并不能阻止美国官员向中国提起 对于宗教自由还有人权议题的关注 易华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 VOA卫视著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为我们带来国务院方面的最新情形 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我们将带您来关注 中国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 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 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的记者分享 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 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式 您继续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VOA卫视新闻 自这个月中旬中国军事演习在甘肃省登场之后 规模持续扩大 范围由北到南 演习的内容也从陆地延伸到海上 中国海军宣布从今天起在东海举行为期五天的军事演习 与此同时还将在靠近越南的北部湾举行实弹演习 以及在这个渤海举行演习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时期之内 中国将在东海 渤海 黄海和南海等四个水域举行军事演习 规模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这对中国临近的国家有何影响 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连线 请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纪文先生 为我们就此做进一步分析 郑先生你好 大家好 是的 首先我想先请问你一下 最近有报道传出中国的民航机 有大规模的延误或者是取消 这个和中国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有没有相关呢 那从我们目前得知的讯息发现 是有一些相关性 但是根据相关的气象单位 之前公布的讯息指出 华东地区的一些天候异常 包括一些强降雨或者雷雨等等 也造成一些航班的延误 当然除了天气因素以外 由于大规模的这个军演 特别它这个在许多空域 那进行一些禁航 以及这个降低航班飞行的这种规定 那使得航班紧张或者延误 或者干脆取消的情形 这一阵子是非常严重 那我必须说确实有影响 是的 那么这次的中国大规模的这个军事演习呢 可以说是和以往相比呢 是显得特别的高调 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没有可能是说中国也在凸显 在加剧与邻国的这种紧张关系 其实这些演习哦 那有没有说特别这个规模大 那我们不得而知 因为毕竟中国军方其实历年来 他每年的军演 另行军演非常多 那不同于以往 以往是许多军演可能未对外公布 那这次其实这个对外完整的公开 他多个跨区 然后涵盖三军 而且多个海域军 这倒是首次哦 那让外界想到 可能与这个近期的周边环境有关 包括东海以及南海 中国在这个主权方面 他的这个诉求的这个力道 以及强度越来越大 那再加上日本这个集体自卫权的解禁等等 那这个颇有借由军演向外展现 那中国军方维护他的这个国家安全 以及建制日本的这个味道 其实是颇为浓厚的 是的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有关于跟这个跟日本的这个军事的关系 那么一般以往我们认为 日本的这个军力呢 在这个质量上可能比中国占了优势 那么这一次的军演 有没有凸显出中国有迎头赶上的趋势 或者是两国的比较如何 确实其实中日之间 其实军事在过去十年 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消炸 那传统上我们都知道 日本在这个海上武力上 那他的止语量其实都胜过中国 但是过去十年来 中国在造舰的这个规模 以及他军舰整体水平 其实大幅上升 那特别是近期这个陆续下水 像这个宙斯顿这个驱逐舰 新的护卫舰 甚至航空母舰等等 都颇有这个超越日本之势 那目前已经形成 不只是在数量上 这个足以于这个日本抗衡 在质量上已经大幅接近 但是我必须说 中日两国的较量 以及说只靠海军 我不如说这是整体军力 这个对比的一个这个较量 在这个部分来讲 中国包括这个核武 以及这个这个优势的空军 再加上快速增强的海军 那整体军力 这个整体性的这个威力的话 那未来可能会让日本 承受非常大的这个军事压力的 是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再请问一下郑先生 这是这次中国演习的 这个时间跨越的幅度相当的长 演习的期间也遇到了一些 这个意义敏感的纪念日 例如这个7月25号上个星期五 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的纪念 再加上最近呢 和日本的领土争端 日本中国对日本的这个态度 似乎有诉求这个民族主义色彩的 越来越浓厚的趋势 那么如果中日关系继续恶化的话 未来中国的军演 是不是有可能会大幅的增加 那么中国是不是在做这个 有可能擦枪走火的准备 我想中国在借由这个 等于对日关系 推出了借力实力 特别是这个过去两年多以来 其实日本的这个右翼 右倾的这个倾向 其实意义浓厚 包括一些作为对立历史 这个问题一些权势等等 其实都让中国大陆 在这个民族主义诉求 或者以日本为假想敌 这个进行整军金武 其实都有一个很好的标的 那也因此我认为 这个中国大陆未来 以日本为这个假想目标 大幅的在这个军事上 加强它投资的力度与发展 这是这个可以肯定的 这个发展方向 当然就是 是否未来以日本为目标 进行一个大规模战争的准备 那就我们的观察来讲 其实或许实情并不是如此 那毕竟这个大规模战争 其实都是目前各国积极避免 即使强国如美国的国家 其实也希望能借由一些政治解决 或者国际纵横交错的一些 这个相互的这个利益纠葛 来降低大幅这个 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也因此我们认为 其实未来中国的对外关系 也应该是朝这个思维方向去做 好的 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 和郑基文先生的访问就到这边 我们非常感谢台湾亚太防务杂志 总编辑郑基文先生 接受美国之音 VA卫视的电视访问 有关中国军事演习 以及军力发展 还有亚太安全的关系话题 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掌握 观众朋友们可以随时登入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查询最新的文章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海峡两岸65年来的 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 透过沟通协商 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其慧究竟是不是一项 不可能的任务 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华新闻网的夜活动 整个活动非常地有组织 也催生了一批台湾 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的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 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九点海峡论坛 您现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新闻 美国国务院负责主管 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拉塞尔近日 在科罗拉多州阿彭斯 举行了一次安全论坛上说 美国不会在中国与其邻国的领土争端中选边站 但是会积极评估有关国家将争端诉诸国际司法的建议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7月25日下午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丹尼尔·拉塞尔 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小城阿斯彭 出席了一次安全论坛会议 此次会议探讨的主题是 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问题 其中包括中国崛起对周边邻国的威胁 及对美国安全的影响 其中集中谈到了中国及其邻国围绕领土争端的解决方向 谈到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海上领土争端的现状 拉塞尔说 清楚无疑的是 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 中国称西沙群岛水域部署深海钻井平台 因采取非协调性的单边行动 所付出的外交和声誉代价非常之大 日本首相安倍在新加坡就东海问题的谈话非常重要 他说日本并不认为中国人的主权身所具有法律依据 不过假如中国要将问题诉诸国际法院 那就行动吧 我认为日本的态度是一种健康的态度 拉塞尔说 菲律宾的类似决定也具有合法性 菲律宾希望将同中国的领土争端提交国际仲裁 检验一下中国的有关九段线的说法 是否符合传统惯例以及国际法 菲律宾说 中国为证明九段线所做的外交努力 迄今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拉塞尔强调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支持菲律宾 不过美国认为 任何国家都有权寻求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争端 而中国一贯排斥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拉塞尔的前任克里斯托弗·希尔 也在会上谈到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 中国国内麻烦缠身 暂且不谈伊拉克 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 国内问题深重 面临诸多问题 关于南中国海 中国希望将其变为中国南方的一个内湖 中国和日本确实存在问题 而且处理得不好 中国和其他周边邻国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 其中一个原因是 中国没有人人平等的观点 通过谈判解决主权问题 而且有点将邻国设为禁贡国 这是一个坏习惯 而且未来很长时间内 这个习惯不会改变 这是一个重大挑战 不过拉塞尔等积极评价 中国的崛起对亚洲的影响 以及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共同营造 两国及亚太稳定局势 拉塞尔说 前不久北京举行的美中高层战略磋商 就是这种关系努力的一部分 拉塞尔还说 事实说明亚洲国家要求美国重返亚洲 美国同时认为 中国在亚洲繁荣稳定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虽然中国最近从与越南有主权争议的 南中国海区域撤走了实用钻井平台 但是越南的民众不满情绪仍然没有消除 VOA卫视记者博克从河内发来的报道说 河内一些民众以抵制中国产品来表达对中国的不满 下面请看报道 这家商店就像越南全国各地所有的商店一样充斥着中国产品 不过这些商品现在可能很难卖得出去 因为越南民众对最近的石油钻井平台争议仍然感到愤怒 当地居民兰湘每年这个时候都为孩子买学校用品 不过今年他说只有越南产品他才买 中国人虽然撤走了钻井平台 不过我的想法是我们是越南人 我们应该买越南的产品 越南人买越南货 是越南目前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想提倡的行动 中国五月份在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 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 安置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 这一行动引发了中国与越南渔船的冲突 河内大学生美美说 他现在仍然在使用中国产品 但以后不会再买了 这次事件以后 网上出现了很多停止使用中国货这类的口号 所以很多人真的不再使用中国的东西了 中国是越南2013年最大的贸易伙伴 河内政府的数据显示 双边贸易去年达到了502亿美元 VOA卫视记者河内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VOA卫视新闻 稍后第二小时 VOA卫视将播出时事大家谈的节目 主持人宝慎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介绍今天主题的讨论 你好 宜华 是的 欢迎宝慎 那今天讨论了哪些话题呢 今天我们越来想讨论两个话题 但是今天早上传来了比较大的新闻 那就是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已经落马了 因为新华社公布呢 中纪委已经鉴于周永康严重违纪 对其立案调查 那么周永康这个案件已经沸沸扬扬地 闹了将近一年了 现在第二只靴子终于落到地板上了 可是第二只靴子落下来以后又会发生什么 会不会按照中共的刑法和其他的法律 对周永康进行起诉 进行司法审理 还是限于党内来处理 这个今后中共反腐斗争 将朝哪一个方向发展 这都现在都是大家不太清楚的 我们将邀请专家来进行讨论 同时也请我们的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 一起参加我们的讨论 是的 刚刚我们也提到 这个周永康被立案审查这件事情呢 之后的后续发展也相当值得关注 是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宝生的介绍 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BEOA卫视 收看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 我们不认识 如果他不认识 如果他不认识 那是我的工作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BEOA卫视新闻 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 星期二敦促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 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BEOA卫视新闻的报道 正在菲律宾访问的阿什顿 星期二在马尼拉对记者说 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的有关国家 应该利用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 这类解决国际争端的机制 避免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让我在这里强调 欧盟敦促有关各方 根据国际法 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通过对话与合作 寻求和平解决争端 阿什顿还强调指出了 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放弃武力威胁 等一些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原则 目前菲律宾和中国 就南中国海一些岛屿的主权争端 不断升温 菲律宾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 提交的诉状 要求确认菲律宾拥有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主权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说 在反政府武装占领的乌克兰东部 及落马航班机MH-17 可能构成战争罪 皮莱星期一做出此评估之际 一个由国际调查人员和警察 组成的小组 由于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支持的 分离分子之间的战斗激烈 一直无法前往失事地点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 李奇维尔从基辅发回来的报道 乌克兰政府军与分离分子的战斗 星期一转移到离失事调查组 几公里内的地方 在通往失事地点路上的 沙赫乔尔斯克镇发生激烈战斗之后 当地的居民纷纷外逃 来自荷兰和澳大利亚的调查人员和警察 连续第二天被迫返回驻地 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霍格 表达了沮丧的心情 我们有工作要做 只有停止战斗 沿路没有风险 我们才能开始工作 虽然我们已经同意应该停火 我们受够了枪战的干扰 乌克兰武装部队说 他们奉总统之令 在失事地点之外 40公里的区域发动军事行动 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李森科星期一表示 飞行器黑瑕疵的初步数据显示 飞机是被击落的 从飞行数据器得到的数据显示 由于飞机被很多弹片击中 舱内突然大范围失去压力 导致飞机骤降并坠毁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来认为 这种暴行夺走了298人的生命 可能构成战争罪 皮来的发言人马加泽尼说 我认为高级专员皮来已经表示 这可能构成战争罪 我还认为皮来表示 需要进行立即独立公正和有效的调查 与此同时 美国星期一公布了卫星图像 显示火箭从俄罗斯射向乌克兰 目标是乌克兰军队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皮亚特说 图像告诉我们 普京的行动与他的话并不一致 我们偶尔看到克里姆林宫 莫斯科的积极声明 但他们的行动恰恰相反 事实上 俄罗斯最近的行动在让局势升级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星期一没有对这些指责 做出直接回应 我将让专家来处理此事 随着战斗越来越接近 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等城镇地区 人们对平民伤亡的增加表示关注 人权观察批评乌克兰政府和反政府武装 向居民区发射非制导火箭 联合国说 乌克兰冲突已经导致23万人逃离家园 美国之音李奇威尔基辅报道 接下来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议案 决定对美国政府的国际广播工作加以改动 众议院两党议员星期一 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这项议案 该议案规定 将以一个新设立的国际通讯署 取代现有的美国广播理事会 并将聘用一位全职的总裁 负责美国之音的运营 按照这项议案 美国之音的使命将是支持美国政府的外交工作 该议案的共同发起人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 美国有必要在信息战中 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进行更有效的反击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世界未来的稳定取决于非洲国家的繁荣和自力更生 奥巴马是在星期一 对500名来华盛顿参加非洲青年领袖项目的 非洲青年讲这番话的 这些有报复的年轻非洲领导人 刚刚结束了在全美20个学术机构 6个星期的项目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BOA卫视新闻的报道 他们来自萨哈拉以南非洲各地 在非洲青年领袖项目最后 他们有机会与项目发起人 奥巴马总统面对面对话 项目的目的是给非洲年轻人开发他们技能的机会 使他们成为公民社会商界和政府的下一代领导人 奥巴马2010年发起非洲青年领袖项目 今年的项目通过学术课程 领导能力培训和建立网络 帮助扶持这些年轻人 奥巴马总统说 他办公室收到的5万份申请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位年轻女士从金巴布围乡下乘坐5个小时长途汽车 然后又坐了6个小时的汽车 然后再坐7个小时汽车 赶了两天的路 只是为了得到面试的机会 在回答问题之前 奥巴马总统宣布说 我们骄傲地宣布这个项目的新名称是 曼德拉华盛顿奖学金 今年有500年青年参加 奥巴马总统希望在未来的两年中 这个数字能增加一倍 这些人被视作非洲最有前途的年轻领导人 他们在6个星期里 会见了美国企业家 政府官员和公民社会的代表 但是能够与奥巴马总统见面 并且直接提出问题 使他们感到特别兴奋 我一直在坚持 从他说完现在开始提问的那一刻起 我不断地举手 他的问题是关于下星期 在华盛顿举行的非洲青年峰会的 我关注的是 你如何能够使他们信守自己的承诺 我知道他们会有很多的承诺 奥巴马回答说 他会尽自己的责任 但是这些学员也有责任 我们还要让他们集体负责任 在所有的国家负起责任 因此这个网络才如此重要 对于其他人来说 有机会发展技能和见到如此多的人 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梦想 首先高质量的培训建立网络 与人会面 与成功商人 初创企业和商会的人交谈 如何用我的创造力 去帮助社会的同时 仍然作为一名企业家赚钱 为期三天的会议还将包括 与美国国会议员 国际开发署的领导人 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见面 星期三 这些年轻人还有机会 与美国第一夫人 米歇尔·奥巴马见面 美国之音VA卫视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纽约 根据报道 最近纽约华人 因为反对市政府 在他们聚居的地方 建立游民收容中心 举行了多次的抗议活动 甚至还和无家可归者 发生了肢体冲突 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 驻纽约记者方斌 为我们介绍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方斌你好 你好一伙 先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的事情发生经过是什么呢 好的 纽约市政府呢 上个月在纽约皇后区的 爱马斯特社区 建立了一个游民收容中心 实际上呢 两个月前这里 还是一家三星级的酒店 叫范美酒店 因为经营不善 转手的就成了收容机构 坐落在纽约皇后区 皇后大道上 与华人聚居的 爱马斯特比林 一共呢 有216个房间 现在呢 收容了180家 总共呢 是640多名 无家可归者 其中呢 包括了儿童350名 那么当地的居民 其中华人 占了较大的比例 先后举行了三次抗议活动 表示反对 一华 是 那么这个华人 他们主要反对 在当地那个地方 建立这个游民的收容中心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当地居民抱怨说 游民入住 导致了这个社区安全 受到威胁 商家的生意 甚至是房地产 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那么在百老汇大道上 经营一家饼店的 江景秋先生说 这批游民呢 已经对他的生活 和周围的生活 周围的生意 造成了隐忧 他说呢 在泛美酒店旁边的 好运来超市 已经发现了多起的失窃事件 他说呢 他从97年开始住在这里 已经17年了 还从来没见过这种现象 那么江景秋是这样说的 现在已经去出现 游民到处溜达 早上的时候 按门铃 现在有陌生的人 在按门铃 我们不知道 我们来开门的时候 他说我们汉鬼 我们给他 我们就给他两块钱 他就在这边 就在这边 就在这边 那么江景秋先生 还给我看了 他在手机上拍到的游民 在他们家门前 过夜的照片 但是呢 据这个纽约时报说呢 情况还不是这样的 一华 是的 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呢 在抗议的时候呢 还有这个华人居民 对无家可归者 说了这个 侮辱性字眼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那我在采访当中呢 确实也是 他们也证实了 确实是这样子 那纽约时报说呢 有华人在采访的时候说呢 看到这些游民的 就好像他们要来抢你 感觉的很不舒服 也有人说呢 为什么政府要免费 给他们提供住处 我们的华人 每天必须工作12个小时 甚至呢 有的华人 要他们去找工作 而无家可归者呢 也回应他们说 滚回中国去 不过当地华人社区的领袖呢 也跟我讲了故事的另一面 那黄斌呢 是艾姆赫斯特街坊 联谊会的负责人 他承认在第一次示威的时候 有华人说了不当的话 但是呢 他也说 没有一个社区 欢迎市政府在那里 建收容中心 选到华人社区呢 是认为 可能遭遇的反弹会小一些 他说呢 无家可归者需要一个地方住 政府能帮助他们是应该的 但问题是 关键 市政府没有按照应有的程序来进行 那黄斌是这样说的 没有通知 又没有听见 跟社区 就团查 偷问 人进来 对我来说 他们是有隐蔽的 OK 都有一个dignity 这样子搬进去 这样子收换进去 我们本地区的人 都不受的 那事实上呢 社区是开过一个停证会 但是在第三次抗议活动之后 那么 华人呢 当地华人说呢 他们还准备在八月份 还要再进行第四次的抗争 是的 一华 好的 看来这可能跟这个 纽约的新旧市长 在这个施政理念上 有一些差异有关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 VA卫视驻纽约记者方斌 也请方斌持续我们观察 这一消息的后续发展 不过另一方面 在中美洲的布什传言呢 正在吸引大批的未成年人 非法入境美国 他们在美国边境遭到逮捕 这些传言称 美国国会呢 美国会呢 赦免这些非法入境的中美洲 未成年人 而这些传言 也源自于奥巴马总统 2012年签发的一项行政令 那项行政令要求停止 遣返一些已经在美国生活的 未成年非法移民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 帕登 发自洪都拉斯的报道 大多数试图越境 美国的洪都拉斯儿童和青少年 从来没有成功过 许多人在威利玛拉 和墨西哥北部 然后被带到 圣佩德罗苏拉的 这个遣返者接收中心 这位与儿子一起越境的 19岁女性不愿露面 她说 她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 我会再去 因为这里工作实在太少 在洪都拉斯 60%的人生活贫困 而且犯罪和黑帮暴力 是严重的问题 这种情况已持续多年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 亚历山大莱瓦说 目前这国非法移民潮的起因 是这一地区散布的传言 说某些成功越境美国的人 会得到赦免 据说如果和一个未成年人 越境 他们就能够得到特殊待遇 能够进入美国 并在那里工作 这完全是谣言 这些传言通常引用 奥巴马总统2012年签发的 平止签犯未成年 非法移民的命令 但是 翻译中所遗漏的是 这下法令只适用于 已经在美国生活五年的人 这不是特赦 或豁免 更不是取得公民权的途径 在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城外 一个名为 宏都拉斯遣返移民 全国基金会的组织 在筹款 安置被遣返的人 负责人卡罗斯 迪亚斯说 他听到的版本是 美国在实行 有实现的特赦 最后的版本 似乎是说 特赦要到期了 随后 更多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 就开始移民了 一些人如比利诺埃尔 还听说 以逃离黑帮暴力的理由 很容易获得难民身份 我听说政府会让你留下来 你可以寻求政治避难 或付保释金 在某种程度上 为打击特赦传言 美国正高调地 加紧遣返 美国还考虑建立一个 难民筛选程序 允许宏都拉斯人民 在本国 而不是边境 提出合理诉求 美国之音 帕登 特国西加尔巴报道 就在许多学生 利用暑假放松的时候 美国维吉尼亚州 贝尔福德 有一群年轻人 正在学习 如何成为全球大使 这是由国际传统组织 发起的围棋12天的 全球青年夏令营 在这里学生们 探索彼此的文化 习俗还有困境 讨论如何建立和平 与保护人权 夏令营成立35年来 已经接待了 来自100个国家的 4000名学生 接下来美国经济者 布拉克就带您到营区 跟随这名来自 加纳的年轻学生 来一探究竟 科菲吉尔瓦 在教他的新朋友 跳加纳舞 这22名15岁到18岁的 年轻学生 来自中国 厄利特里亚 利比亚 波兰和美国 等不同国家 认识他们 让我了解到 我们的文化 有许多不同 但我们也有 许多相似之处 在美国郊区 参与全球青年夏令营 科菲和其他男孩 共住一间小木屋 他们就像我的哥哥弟弟 我们感情好 一起干了些蠢事 有家人的感觉 就像回到家一样 科菲说 他希望能加强 自己的领导能力 刚萨 欧坎波 是美国人 他的父母 来自秘鲁 欧坎波 称赞科菲 是天生的领袖 他很负责 工作认真 非常投入 夏令营 鼓励学生合作 接纳彼此的不同 学习 与外国人 沟通交流 艺术老师 圣塔安娜说 夏令营的主要目的是 希望培养全球公民 让世界更美好 通过艺术 游戏 欢笑和舞蹈 他们一起创造一个 和谐的地球村 科菲在艺术课上 得以发挥 他创造力的一面 每天我都做一些 不同的事 所以所有的设计 都不一样 都很独特 科菲还挑战自我 写了第一首诗 我看到歧视的烈焰 焚烧受害者的身躯 直到化为灰烬 我是那压制下的鱼镜 也曾有意无意地 歧视他人 圣塔安娜说 艺术课程 帮助科菲 拓展他的界线 科菲不太谈 他的个人感受 所以通过艺术 表达情绪 对他打开心胸 很有帮助 科菲说 他和其他学生 都在打破刻板印象 美国印第安人 不像我在电视里 看到的那样 都是红皮肤 人们以为 我总是穿着非洲服装 其实我也常穿 欧美服饰 很多人并不知道 科菲说 他在这里学到的 将是一生受用的经历 帮助他 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者 美国精英布拉克 维吉尼亚州报道 是一个正面圈的 本来是有一个 比赛之一的 当然是会讨厌 他们的高领导者 学生 数字幕 我们想要不要 我们也要不要 有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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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美语的时间 赶快一起来看看白杰 今天要教我们哪些最新 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散步用美语怎么说 Go on a walk Go on a walk Go on a walk 出去走走 It is such a beautiful summer night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when the weather is so nice is to go on a walk 这个夏夜真美 这么好的天气底 我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出去走走 Take a stroll Take a stroll Take a stroll 散步 I like to take a stroll along the east river or up in central park New York City is beautiful in the summertime 我喜欢沿着东河走 或者去中央公园散步 纽约的夏天真是太美了 Get some fresh a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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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ice to get out of my apartment Get some fresh air I usually like to ask one of my friends to go with me on a walk That's the best 我通常会叫一个朋友陪我走 没有 所以好了 好 请听的人告诉我 Do you like to take strolls during the summer time Where is your favorite place to go on a walk OK 拜拜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EOA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 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 或者想和我们联系 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EOA新闻at gmail.com 我是李依华 感谢您的收看 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到伊朗 看看有一个爱笑俱乐部 大家在一起哈哈大笑的场面 节目最后呢 也请您不要走开 稍后继续收看 由宝生和吴欣欣主持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1 万以往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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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